下面問問 請問你如柚圖 三個杯子都一樣 面積一樣重量一樣 然後擺上去 請問你壓力大小幾比幾 這個問題有一些變化 我們後面再做一個 一種題目是問桌面所承受的壓力 那就是杯子的固體的壓力 另外一個就是杯裡承受的壓力 那叫做進垂壓力 我們後面才會教你 所以看有人會問不一樣的狀況 然後有不一樣的答案 這個是問桌面承受的壓力 那請問你他是怎樣勒 答案是誰勒 No.15號 你的答案 你答案選C 請說他答案選的是C了 他說我們的杯子重一樣重 面積也一樣 所以就只差什麼重 水重 水越多就整個東西重越重 P的F除以A F越大壓力就會越大 這三杯裡面誰的杯子的水最多 B 誰的水最少 C 所以壓力大小就是B大於A大於C 所以我們答案選C了 OK嗎 OK OK 好 為什麼注射的時候 那個針頭就很容易就 就戳進去了 請用我們教的壓力的方法解釋 你不要跟我講說 因為他是尖尖的那種 聽起來很沒有 很沒有什麼水準的講法 要配合一下我們教的理化的講法 我們會告訴你說 是因為什麼關係 所以呢會比較容易會戳進去勒 才會戳進去勒 我們請 我們要找一個帥哥男 如果抽不到帥哥 23號 23號 好 為什麼呢 因為面積很小 因為面積很小 接觸面積很小 請坐先啊 因為中央的面積很小 所以按下去壓力會很大 所以就容易把它 就把它戳進去了 就把它戳進去了 可以容易稍微用一點力 壓力就夠大 可以刺穿皮膚了 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表演上 躺在這個丁床上面 釘得到布滿了密麻麻的釘子 躺下去呢 基本上OK 可是沒有人會表演一個 躺在一根釘子上面 腳也不會踩到一根釘子 那為什麼很多釘子很多釘子 就反而沒什麼問題 一根釘子反而比較有問題呢 也請你用我們 教過的壓力的理化的方法來解釋跟我聽 7公耶 7公便跟冰誰合 4公 7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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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細工 你坐 兩個人坐下 人的重量是固定的 F是一樣大的 躺在釘樓上有好多釘子 每個釘都有面積 所以就有好多的面積 受力的面積比較大 所以壓力比較小 所以傷害反而比較小 所以釘子越多 釘子越出 反而傷害會越小 但是如果你一根釘在上面的話 它們就只有很小的一個接觸面積 所有的釘都壓在上面 它已經會太大 就容易把它刺穿了 所以也是因為受力面積的關係 受力面積的關係 其實要告訴過你 再來就是反覆的告訴你 P等F除以A 然後呢 有兩個因素會影響 一個是正向力大小 一個是面積大小 跟受力面積會呈反比 跟正向力會呈正比 就是我們的動腦時間二 可以嗎 可以 很好